我重新一次就離開TVB 經理人合約你都不要 我覺得某一些階段應該做不同的事 我也分析了很久 什麼時候開始考慮這個決定 其實應該是2015年去美國讀書 之後就回來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那個階段其實有點憑頸 在演戲上或者某些方向上 我覺得好像塞住在某些位置 因為我有很多想法 我又很想我的事繼續推進 但演員太無奈了 很被動 很多事情都是等監製找 等機會等公司安排 我覺得我不想太辛苦 於是我覺得自己應該主動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當時我就試試這四劇本 和我拍檔去修復劇情片 嘗試去做導演 這個過程令我很想自己取回主動權 因為我不想太消極了 因為有時做演員在TVB 有時可能會很消極 就是等公司安排 但有時真的可以幾個月都沒工作 但你做一個經理人合約的演員的時候 有穩定的月薪 是啊 minimum guarantee 這也是我最大的考慮 而且你剛剛女女才一歲 經濟負擔也不少 是 但這也很拓賴 因為之前我在TVB也做得不錯 也有些積蓄 希望在積蓄未用完之前可以再賺多些錢 當然經濟考慮是有的 但我覺得更大的考慮是 究竟我在這個階段 我是否應該再去 踏出一個安全網 是的 因為我覺得TVB其實是很舒服的地方 你其實不用想太多事情 你做好你的戲就可以了 但有時我覺得 未必是這個階段我最想做的事情 我想做多些主動權 還有我想試多些東西 我想試多些不同的製作單位 或者甚至在內地工作 一圈圈 星光背後 有我 楊潮凱 想聽足本訪問 立即上80019045 請問我 請問我 分枕 還是很像 中文字幕 請問我 究竟我們 請問我 成員 誤照 寫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